欢迎阿巴斯总统先生再次访华 你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 也充分体现了中巴关系的高水平 中巴两国相互信任 彼此支持我们是好朋友 好伙伴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地区的局势新变化 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和合作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 今天我们将共同宣布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既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 中方愿以此为契机 同巴方全面推进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准备至今大思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